在马来西亚看看吉隆坡 小动作蕴含着大大心意 由子女为长者御足 布满重者的一双脚 握在手中为人子女 泪不知不觉掉了下来 5月8日 慈济雪龙分会举办万人御佛活动 这一天也是母亲节 志工特别安排一份报恩礼 要送给出席御佛典礼的妈妈们 贵阳图一曲触动人心 母亲长满茧的双脚 孩子在亲子育足时 更深刻感受母亲养育的新郎 哭的时候可能还没有进到 那个所谓的消息 那也是有看了几个短片 有时候有些东西 我们认为理所当然 其实不是理所当然 因为我们本身也是孩子 所以也是知道 孩子带我们是理所当然 所以现在当然感触更多 就这样不要哭 你也是很教心 教信心了 用哭了 这样 你现在知道 做人的道理 是怎样就可以了 同样白发苍苍 儿子林金海 已经为人阿公 为86岁高龄的妈妈玉卒 回忆儿时 母亲用爱拉拔长大 无体投地 感厌母恩 亲子育足 拉近了母亲和孩子的心 也给子女们一个把爱说出口 还要付出行动的机会 大爱新闻 马来西亚综合报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